哎 分手了 终于能买套房子了 哎 美女 美女 等会儿 先生 我分手了 啊 不是 我要买房子 你分手这么开心吗 分手了 能买房子了 当然开心了 这俩有什么关系啊 哎呀 你还年轻 你不懂 我不懂了 我懂了 你不够介绍房子 你懂什么 那你说我听听 你肯定是害怕我没分手的时候买了这房子 它不完全属于你吧 狭隘 太狭隘了 狭隘 我要是不分手 我根本就买不起房子 啊 不懂了吧 这怎么可能呢 哎 你有疑惑是不是 这样 我给你举个例子 嗯 你看你现在已经卖完这套房子 你随便拿出一套告诉我多少钱 这套卖的时候130万 130万 再加5万 先生 我们这套已经卖了些了 你加钱也没有了 我前女友一年 嗯 花销 还得再加5万 真的呀 懂了吧 所以说嘛 以后去谈什么恋爱 谈恋爱还得分手 买房子 房子不跟我分手 来 给我介绍介绍 明明 啊 这去给我介绍介绍 那这个是没卖的时候呢 你要不要考虑一下 多少钱 也是130万的 我肯定考虑啊 有要买件吗 有啊 一会儿连我看看啊 是 然后今天 今天就能买啊 只要我相忠了就行了 反正我以后我就恋爱什么爱情 先生 你这想法也不对啊 嗯 你也不能因为一个人 你都失去对爱情的希望吗 你得保持对爱情的这个信息 我跟你说美女 就是这些语言 已经无法就是挽回我现在的思想了 嗯 我现在已经受伤了 哎呦 什么 先生 您听我的语言肯定挽回不了啊 嗯 主要得看 你以后遇见的那个人 你们双方行动吗 哎 你卖房子 你还给我坐上心理辅导了 咋 你就一定要让我相信爱情吧 就说两句 就是有行动才能有相信爱情 是不是啊 对啊 明天早上咱领证去 啊 女孩 我的故事 因为你爱情